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做Doka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非常重要 Doka Compose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是这样 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给您做了几期关于Doka的视频 对不对 这些个视频当中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说都是单打独斗 对吧 都是一个服务器 或者说是一个容器 比如说咱们完成数据库 完成缓存 完成这个Web服务器 对吧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 把这些个内容组织起来呢 比如说咱们要做一个系统项目 这系统项目中 可能会要用到Web服务器 会用到中间件服务器 可能会用到数据库 可能会用到这个缓存服务器 至少四个嘛 比如说 那么咱们在一个Doka解决方案中 能不能把这四个同时打包 形成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呢 是这样 在生产环境中 推荐这个操作 这个工作让K8S来做 但是咱们开发环境中 用Doka的Compose就足够了 今天我就来给您简单的讲解一下 因为Compose能有很多 今天咱们先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例 让您理解一下Compose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 Doka Compose的安装与使用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它的官网 这是它的官网 我给您访问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多如牛毛的英文是吧 多如牛毛的英文是吧 多如牛英文啊 都要是列出来 有兴趣朋友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如果没兴趣朋友没关系 听我的课件就可以了 好 这是它的官网 同时它是开源了 这是它的Github 也访问一下 咱们其实安装是 引用它的Github上面的 release的文档 那请看 这是它的Github 没有问题啊 OK 那么咱们以后怎么安装 咱们通过Github上的 release的最新的版本 进行下载安装 好 那咱们一点点的操作 怎么装 大家请看 我这列出了几个步骤 咱们今天就按照我这个步骤 咱们安装一下 好不好 咱们先看一下 咱们要安装的版本 其实我当时做课件的时候 这地方写的是25 然后我最近想更新课件 准备要再做了 这看别人26了 咱们看一下 以后您通过这个网址 来找到它 来找到它最新的 composed的版本 这个开的是火狐 那请看 最新的版本是1.26 对吧 这个没问题 咱们现在装就是最新版本 OK 我一般喜欢用骷髅 对不对 好 那咱们先少许马上安装 通过这项命令 把它安装到本地 一大请看安装到本地哪 安装到本地 这个目录中去 好吧 试一试 首先我开个终端 老规矩 调大字体 再来一个行吗 够大了 OK 咱们用这个命令进行安装 这个应该速度很快 仅仅是下载一个脚本 然后把它拷费到本地 一个文件夹中去 就可以 今天不往速一般 不是很快 这应该是两三秒钟 去解决的问题 好 咱们拷费过来之后 咱们需要给本地 咱们下载的脚本文件 增加一个可执行属性 好吧 Go 然后咱们看一下 咱们所下载的版本号 是不是这个1.26 好吧 看一下 Go 来1.26吧 没骗人吗 最新的 OK 接下来怎么办 是这样 有朋友说 我安装完之后 我扇出怎么办 我这给你写出来一句 直接把这文件删上去 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好吧 OK 那么咱们先少叙 咱们就简单的 做一个应用 什么应用 不知道用Python的朋友 用不用过Flex 一般咱们可能用Python 开发外面重序 用的将购比较多 对吧 但是Flex 是比较清醒的 外部开发框架 在今天这个例子中 咱们就用Flex 咱们干什么 咱们用Python 开发一个 外部应用程序 然后把它打包到 Doke镜像里面去 然后通过这个Compose 咱们来运行 看看该怎么使用 那么怎么做 首先咱们应该在本地 建一个Python的文件 让它提供一个HTTP的服务 稍等 咱们开始 我进入我本地的一个 Walk文件夹 清空 看一下 什么都没有 对吧 OK 这是我现在本地文件夹 然后在这里面 咱们建一个Python的文件 这就相当于是 您系统中的 各种各样的业务文件 对吧 然后考上这段简单代码 这代码非常简单 就是在本地 这个代码是非常简单 我就一句话给您形容 在本地开一个 外部服务器 HTTP服务器 然后端口号是5000 就完了 对吧 然后如果端口开完之后 如果用户通过HTTP 访问过来的时候 如果是这个路由的话 这个斜杠路由的话 那么就给用户返回一个 你好 吃饭了吗 这么一条信息 就可以了 好吧 就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 这个代码逻辑 OK 然后怎么做 咱们有了 咱们业务代码了 接下来 咱们要再做一个 业务依赖文件 有时说 咱们这个代码 用到了哪个第三方库 Flexcom 对不对 OK 那咱们需要建一个 这个requirements 这个对象 把咱们所需要用到 第三方库都放进来 这个学过Python的朋友 都知道 如果没学过朋友 也没关系 我有Python视频 请您收看 好 就这么一句话 咱们继续用到Flexcom 现在最新版本是1.1.2 那咱们这个地方 需要使用一个包 包括它的安装的版本 就可以了 存盘退出 咱们这个项目所依赖的包 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 咱们要编一个Doker文件 干什么 咱们应该 咱们在开发环境中 做的一些设置 配置文件 都配置好之后 咱们应该打包成一个 Doker的镜像文件 然后去生产环境 进行部署 对吧 那咱们今天就建一个Doker文件 该怎么打包它 就做这个描述 对吧 我这都给您写出来 咱们拷贝 拷贝过来 我再给您做简单的讲解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 首先 因为我们是这个Python应用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 我使用了Python最新的版本 3.8.3 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可能又出新版本了 没关系 我现在这个时间点 是383 是最新版本 然后我用的是RPY3.12 这是当前的最新版本 OK 这是第一行 然后第二行 把我当前目录映射到今后要打包的容器当中的斜杠APP目录下 同时将我的容器 今后打包的容器的工作目录设为斜杠APP 好吧 然后在我的容器当中需要安装第三方的库 哪个库 这刚才咱们都说了 在这个地方已经写出来了 咱们所需要的库都在这个文件中进行描述 然后咱们在打包时 它就会给咱们进行安装 安装完之后 那今后这个容器启动的时候 它就会去执行Python面 咱们刚刚建的那个Flex的外部服务 这个是简单的咱们这个多可文件的内容 好 咱们出版退出 都没问题了 有朋友说你讲太快了 没关系 这些知识 我前几期课程都讲了 你要是听不明白 看一下我前几期的课程就可以了 相信你能看明白了 好 那在咱们本地 咱们有了一个这个业务程序 对吧 有了一个依赖描述 还有了一个Doka文件 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就可以打包了 对吧 好 咱们先扫去 马上打包 把咱们目前的这些个业务文件打包成 我的名字启程 叫做ComaVideo 可以吧 然后呢 这个标签是MyWeb 0.1 第一个版本 对吧 然后呢 后面这个点是需要的 是在当前目录下进行打包 好 咱们马上打 Go 它会去下载镜像等等 做一些个初始化的操作 今天网速不快啊 这应该是五六秒钟搞定的 OK 加本地目录 设工作目录 然后安装第三方依赖包 这是Flask 安装之后 退出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打包成功 中途没有出现任何的错误 对吧 OK 然后咱们通过 我的这个DokerImage 看一下咱们是不是打包成功 我轻上屏 好 注意看 我本地的内容很多了 对吧 这个是咱们刚刚建立的信息库 ComaVideoMyWeb这个项目 然后呢 目前的版本是0.1 Tag0.1 这是它唯一的ID 对吧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打包成功 整个镜像大小 89兆 90兆 对吧 OK 成功了 那咱们干什么 运行它一下 行不行 可以啊 咱们试试 这行命令 大家请看 Doker容器运行 给的名称是MyWeb-D 精灵县城 然后呢 把这个端口号映射出来 大家请看 后面这个 是咱们容器的5000的端口 就是说 咱们这容器中 这不指定一个5000吗 对吧 我把这个5000 容器中的5000端口号 映射到本地网卡 8088 行吧 然后 然后执行哪个镜像呢 执行这个镜像 后面是标签号 版本号 好吧 好 咱们通过这个试一下 go 我先清一下屏 好 go 好 成功启动了 成功启动之后 咱们再看一下咱们容器的情况 大家请看 我这开了一个容器 对吧 这是image名 这是执行的脚本的内容 然后呢 这个是映射的本地的端口号 这是它的名字 都没问题 对吧 那咱们就可以看一下本地的端口号 咱们通过这个Chrome命令 8088 对吧 看到了吧 说什么 说什么咱们执行成功 对吧 OK 然后接下来 我把它再拷贝到这个浏览器当中 咱们再看一下 完全没有问题吧 什么咱们都和这个镜像成功打包 并且成功的运行起来 没问题吧 OK 然后呢 咱们因为做了这一个操作之后 会生成好多的文件 那么咱们通过这个 把它删除掉 不要的容器 不要的文件 不要的网卡结构 都可以通过它删除掉 咱们试一试 然后咱们再Dock 看一下我本地容器 这个没删掉 是因为咱们没有把它停掉 先停掉它 买外 为什么要把它停掉 是因为 为什么要把它删掉 是因为咱们要用compose操作的时候 我希望能给我本地一个非常干净的环境 好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做compose了 Docker Compose 是这样 咱们在做Docker Compose的时候 咱们需要建这么一个YML的文件 这个YML文件的具体的描述的内容格式 大家请参照这个网址 我给您访问一下 这个里面 又去火湖了 这里面有它详细的配置的参数 在这地方 您一无一世都能够看到 多如牛毛 对吧 因为我现在Docker的版本 是19.03 所以说咱们配置的文件格式要3.8 好吧 OK 咱们就试一试 大家请看 我这给您做了一个简单的compose文件 我现在马上建 让我给它给您说起 想写一下 我建的内容都是什么东西 好 咱们先建一个文件 还是当先目录 然后把这些内容拷贝过来 存盘 好 咱们看一下 第一行 是这个文件版本 咱们看到了 是吧 OK 这是和这个Docker对应的 然后这是说 我这个compose 要组织成几个服务 第一个服务名 叫做这个MyWeb 我做这么一个MyWeb服务 今后比如说 我还想做这个Latice 想做数据库 在下面咱写吧 MyDB MyLatice 对吧 都可以写 那咱们今天 仅仅先有一个 MyWeb 对吧 这个MyWeb干什么 大家请看 先Bluetle 本地进行打包编译 然后呢 运行时的端口号的映射 同时本地的卷的指定 本地的点 到这个容器中 叫AP-APP 这是做一个简单的指定 对吧 好 这就是完成了 然后它会读到 咱们本地刚刚建的 那个兜卡文件 OK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设置 做完这个文件之后 干什么 就要启动了 怎么启动 大家请看 按理说 这一行命令 就能够把它启动起来 但是我不推荐您这么用 怎么用 是这样 比如说咱们通过这行命令 把它启动起来了 它会打包 然后镜像 然后启动起来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对这个文件 进行一点修改 修改完之后 咱们再运行这行命令的话 它不生效 为什么 因为已经打包过了 它就直接运行 它也不检测 以前的原文件 有没有生效 所以这行命令 其实不是很方便 尤其是在咱们这开发环境 那么咱们开发环境 该怎么用 这不第二个 后面下个参数 叫做build 就换句话说 我每运行前 我都要去编译一下它 编译一下谁 编译一下这个文件 看这文件里面 有没有改动 进行个重新编译 这样可以保证 咱们每次运行起来的 容器的内容 都是最新 对吧 OK 推荐您使用这个命令 但是我今天演示 给您演示第三行 其实都一样 只不过比第二行多了什么 多了一个杠地 我是以精灵线程方式运行 也就是说 控制台会把控制权释放出来 就这么感觉 好 咱们先手续 运行第三行命令 先打包 打包完之后 运行 好吧 咱们试一试 清评 Go 做工跟刚才差不多 它也会生成一个新的镜像 OK 打包运行且完成 然后咱们怎么办 什么叫运行都完成了 刚才是打包 然后再运行 现在打包运行全完成 怎么看 咱们看一下 有这个命令 叫做Docker Compose PS 看一下现在Compose 所管理的这些个进程 或者说容器都有哪些 注意看 我清晨评 Go 大家请看 目前 这个可不是Docker管理的 这个是Docker Compose管理的 跟Docker的Container管理 是不一样的 大家请看 它管理的一个叫做 workmyweb1 这么一个服务 咱们叫服务 然后它映射端口号 什么的 参数都在这写出来 OK 有时说 咱们现在这个状态 还可以通过本地的8080 进行访问 咱们试一下 大家请看 这回来了 完全没有问题 OK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Compose的最初级的使用 已经 会了 已经完成了 对吧 OK 然后接下来 我看看 再给我的课程式 给您 怎么说把它停掉 咱们再点这个 把它停掉 这下面 您就按照我的命令 敲就可以了 不对 sorry 这个不是停掉 这是什么 这个是 因为咱们运行了一个myweb的容器 咱们进入这个容器 然后执行一下 透过命令 看一下这个整个进程 因为现在 因为现在咱就我一个人访问 所以说服务器的负荷什么都不是很高 所以说咱看到就这么一个进程 没什么东西 OK 接下来是这样 就是说 咱们运行了一个web用程序 对吧 咱们运行了一个myweb的服务 那么咱们能不能看到 这个服务里面的一些落过日志 通过这行命令进行看 咱们试一试 清评 go 大家请看 如果再有人访问过来的话 这个地方会出现访问日志 咱们试一下 我给N N两回撤 go 好 出来了吧 又多了一行访问日志 没有问题 OK 这个是日志的访问 然后大家请看 我这行日志访问 是通过compose命令进行访问的 那么通过doca命令 也能不能访问到 也能够访问到 但是您通过上面那个命令 就足够了 不推荐您一开始学的这么复杂 大家请看 通过doca命令 也是可以访问到的 再一访问 这边也能够看到 OK 这个对于咱们开家环境中的 这个log调试是非常有好处 这个命令您一定要记住 而且推荐您使用这个compose命令 OK 接下来 接下来才是一个容器的停止 咱把它停掉 咱们先开几个容器 ps看一下 就一个对吧 然后把它停掉 停掉完之后 再看一下 停掉了是吧 没有问题 退出状态 OK 然后是这样 咱们整个都运行完之后 大家请看 这个容器或者这个服务 还停留在这个地方 咱们想把它删掉 该怎么做 是这样 是compose 它因为不光是一个容器运行 它将组合多个容器 同时运行 对吧 那么它会在 比如说 它的内部建了很多的卷标 建了很多的网卡 建立了很多的网络 这就是一些虚拟的概念 对吧 那么咱们应该是 把它这些个 如果不要的话 应该是把它所有的都删掉 而不是说 仅仅只删到这个容器实力 什么网卡 什么卷标 还都留着 这是不对的 那咱们怎么删 通过这个命令进行删除 当 刚才是up是启动 现在是当 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OK 这样就删掉了 然后 包括一些个网卡 因为以后 咱们学的更复杂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的 这些个其他的内容 第三方的东西 包括这些个 内部所组合 这个容器之间 所运用到的一些服务 都会自动生成 那咱们想把它都删除的话 直接就挑这个 哦删除就可以 OK 这样就应该是完成咱们最基本的compose的使用了 今天课程可能第一次刚接触朋友来说稍有点难了 但是没有关系 您按照我的课件操作一遍 就能够起码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介绍的课程的所有的内容了 Doka Compose是非常常用的工具 希望您能够掌握 然后我的课件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 这个地方 然后同时 下面是我小马视频的官网 有兴趣的功能可以点击订阅一下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